唐三岛 我们通过考核的时间只有一年 就算继续修炼 自身实力也很难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内 再做出什么大的突破 所以我们打算早一点完成这个任务 小白秀眉微皱 在阳光的照耀下 身上反射出一层灰蓝色的光芒 邪魔虎精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他们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都是大海中极其凶残的家伙 除了深海魔精王能够对他们产生一定震慑之外 在大海之中 这些混蛋一向是横行无际的 代目崴岛 那这邪魔虎精究竟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 想来你口中的这些混蛋 和你们魔魂大白杀一族 关系也不会太好吧 好 当然很好 小白咬牙切齿的说道 我弟弟就是死在邪魔虎精王口中的 如果有能力 我早就将这些玷污了大海的家伙彻底毁灭 在我们海魂兽中 也分等级的 整体来说 我们魔精大白杀与深海魔精 邪魔虎精 都属于海洋中食物链最顶级的存在 但实际上 我们三者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差距 深海魔精无疑是最为强大的 但这个族群数量却极少 而且都是单独生活 而且深海魔精十分懒惰 一般只会在水下张开他们那傻瓜似的大嘴等着食物送上门 而除了深海魔精以外 最强悍的就要属邪魔虎精了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那些玷污了海洋的家伙 确实比我们还要强大一些 说到这里 小白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憎恶 邪魔虎精是一种极为试杀的海魂兽 就算是深海魔精王也不愿意轻易招惹他们 因为邪魔虎精乃是群居魂兽 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天敌 所以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 这些玷污了海洋的家伙 在大海中是肆无忌惮的 哪怕不需要食物的时候 他们也会不断的杀戮 遇到任何生物都会毫不客气的将其撕碎 任何海魂兽对于他们都充满了憎恨 只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强悍 没有人敢于前去挑战而已 距离我们这里大约五百公里外 就一个邪魔虎精群 他们是我们的宿敌 几乎每过几十年或者数百年 我们两个族群就会发起一场盛战 看着小白明显对邪魔虎精有所忌讳 朱竹青忍不住问道 你们输了 小白不甘愿地点了点头 每一次我们都是出于劣势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不敢靠近海神岛 怕引发海神大人的怒火 恐怕我们这个族群早就不存在了 唐三岛 既然我们要面对它 小白 你说说邪魔虎精的详细情况吧 小白岛 成年的邪魔虎精身长在二十到二十五米 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 尖利的牙齿以及强大的各种技能 一只邪魔虎精足以于我们两只成年的族人打成平手 这些凶残的家伙从来不会留下活口 只要占据了上风 就必定要撕碎对手才行 邪魔虎精族群的总数量大约也在三百头左右 成年的大约有二百头的样子 和我们差不多 对于我们来说 我一直的庆幸的恐怕就是他们的生育能力不如我们了 否则的话 他们的数量会更加的恐怖 可以说 如果是由邪魔虎精王带领的话 他们这个族群已经拥有挑战深海魔精王的资格了 当然 那也可能引起他们的足灭 因此 他们在始终不敢真正的进入深海魔精王的势力范围内 使来个奇怪面面相觑 奥斯卡吞咽了一口唾沫道 这么说 我们的第四考 要求协助你们剿灭这个邪魔虎精族群 就相当于 是要我们承受一半的邪魔虎精攻击才可以了 小白不屑的哼了一声道 怎么 你怕了 你要是怕了的话 可以不去 小白学着他的样子 同样的哼了一声 我倒是想不去呢 可我要是不去 我的黑级六考就会要了我的命 再说了 就算是摆着邪魔虎精又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赢不了 小白的神色显得出奇的凝重 我才不管你们是否有勇气有实力 我担心的是我的族人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 我的族群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万一你们能力不足 没能剿灭邪魔虎精群 那么 我的族人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经了小白这句话 使来个奇怪众人都沉默了 涉及到小白族人的生命 他们不得不谨慎 可是 考核摆在眼前 他们 真的能不去吗 半赏 还是唐三开口 小白 我不能保证 你的族人不会受到损伤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 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 那么 我们一定会死在你前面 请你相信我 我们不会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 虽然你是我们第二考的考官 但你应该清楚 我们是把你当做朋友的 你的族人自然也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只能说 尽一切努力 减少你族人的伤亡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参加这场战斗的话 那么 麻烦你将我们送到那里去 我们会自己面对 小白沉默了 目光灼灼的看着唐三 我们能不去吗 这不只是你们的考验 也是海参大人给予我们的使命 歼灭 邪魔虎精群 帮我们的家园海洋以和平 作为海参大人的仆人 我们择无旁贷 既然你们自认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出发吧 一边说着 小白转向大海 张口发出一声奇异的嗡鸣 刚开始的时候 嗡鸣声很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声音逐渐变得宏大起来 甚至压过了海上波涛的声音 海参到前方的海水沸腾了 一条条矫健的白色身影 开始在海面上露出他们的三角背棋 排列成整齐的阵型 所有两百只魔魂大白沙列队的情景 极为壮观 这些大白沙的体长都超过了15米 每一个身上都释放着强悍的能量波动 在海水的掩映下 他们就像是一支阵容整齐的军队一般 小白口中的声音收歇 转过身 再次看向唐三 唐三 我知道 你要经历的是海参酒烤 否则也绝不会出现眼前这样的考验 在出发之前 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答应 唐三毫不犹豫地道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绝不推辞 小白的眼神变得柔和了几分 但在他的眼神之中却充满了悲壮的意味 如果这次我不能活着回来 在这片海域中 还有我族人的子孙们 上百头未成年的魔魂大白沙 希望你能帮忙照顾 可以吗 唐三心头一震 并不是因为小白的条件 而是因为小白像是在脱孤的语气 显然 他对即将发生的这一战并不看好 小白 你不要悲观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一定会活着回来 不只是我们 还有你和你的族人 那些未成年的魔魂大白沙 还等着你给予他们保护 或许你不知道 荣荣的第四考 就是保证你不死 如果你死了 我们的考核 也就相当于是失败了 小白愣了一下 惊讶地看向宁荣荣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原来海神大人 并没有放弃他的奴仆 难道 我们真的不用死了吗 奥斯卡凑到小白身边 看样子 你很怕那个邪魔虎精王啊 你不是一向高得很吗 同样是十万年魂兽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你放屁 谁会怕那个混蛋 小白怒吼一声 一巴掌把奥斯卡拍飞到一边 怒声道 出发 说着 腾身而起 扑入大海之中 化为本体 奥斯卡在地上打了个滚 就站了起来 他惊喜地发现 小白那一掌 虽然没用什么力 但原本应该出现的疼痛 却并没有存在 自己的骨骼肌肉 在那一掌拍上身体的时候 自行产生的泄力效果 看上去狼狈 可实际上 连疼都不疼 史莱克奇怪同时腾身而起 在小白的指示下 分别落在了七头格外巨大的魔魂大白鲨背上 小白一杀当先 猛地窜了出去 两百头魔魂大白鲨紧随其后 带着史莱克奇怪直奔深邃的大海而去 唐三搂着小五落在一头魔魂大白鲨背上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虽然魔魂大白鲨的后背十分光滑 但却绝不至于掉落下去 奥斯卡和宁蓉蓉虽然略显狼狈 但凭借着魂圣级别的身体控制能力 以及增强后的体魄 虽然不能像唐三那样站在杀手 但骑在魔魂大白鲨背上 抓住背骑 还是能够稳定住自己身体的 在真正的大海之中 史莱克奇怪 才体会到了魔魂大白鲨 海中霸主的一面 乘风破浪 前进速度之快 绝不是任何船只所能相比的 呼啸而过的海风宛如刀子一般 切割着他们的身体 周围的海水化为蓝色光运 不断从身体两侧掠过 那种感觉可以说是极为刺激 又极为惊险的 哪怕是飞行在空中 以速度著称的白鲨香 也不得不用出两个低级魂迹 才能跟在他们上方 不被落下 这才是魔魂大白鲨 真正的实力体现 在环形海中 小白因为海水面积太小 一直都没有发挥出 真正的实力 不过 眼前的发现 也更令史莱克奇怪警惕起来 如此强大的魔魂大白鲨 也会对他们此行的目标 邪魔虎鲸有所惧怕 可见 他们这第四考的难度了 魔魂大白鲨前行 唐三也没有闲着 有了魔魂大白鲨作为交通工具 他也可以全心全意的 思索战术 毫无疑问 邪魔虎鲸群是极其强大的 甚至要超过魔魂大白鲨群 一倍不止 他们七个人 真的能够对付上百头大海中的 顶级魂兽 邪魔虎鲸吗 小白明显是打不过邪魔虎鲸王的 连普通邪魔虎鲸 都已经令他们捉襟见肘 就更不用说 去帮助小白了 从双方的实力来看 唐三虽然对自己有信心 但绝不会盲目的硬碰硬 智慧也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 可以想象 邪魔虎鲸群的实力 既然如此强大 那么 他们必然会产生出 自大和傲慢的习性 正面拼斗 就算最终赢了 魔魂大白鲨群 也必定会损失惨重 那绝不是唐三所希望看到的 小白那悲伤的眼神 始终深深的烙印在他脑海之中 既然如此 那就要想想其他办法 五百里的距离不近 但以魔魂大白鲨这种 奇快无比的赶路方式 也不过是两个时辰的功夫而已 在唐三的要求下 小白指挥着自己的族人 在距离目的地 还有五十里的地方 停下来休整 唐三放出龙原亭 给史莱克奇怪落脚 小白也被他叫了上来 一向对新鲜事物好奇的他 此时却没有心情 对龙原亭多做欣赏 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沉思着 唐三道 小白 你还在担忧吗 小白白了他一眼 似乎在说 要是你的族人即将深陷绝境 难道你会不担心 唐三微微一笑道 我现在有个办法 或许能够将我们的损失 降到最低 不知你愿不愿意试一试 小白眼睛一亮 办法 什么办法 我可以告诉你 邪魔虎晶有一种波纹探测方法 只要十里之内出现拥有能量的生物 都无法逃出他们的探测 立刻就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你要是想用一些小伎俩来对付他们 趁早打消了念头的好 要是那么容易对付 我们早就将他们干掉了 唐三眼中冷光一闪到 探测能力如何 与我的计划无关 我问你一句 邪魔虎晶怕不怕毒 小白愣了一下 毒 毒药 没错 我们这些喊魂兽并没有抗毒的能力 但你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有多么庞大 再加上强大的魂力 就算是吃下大量的毒药 也能凭借自身免疫力抵抗主 海蛇的毒可以说是大海中最强的了 但不论是我们还是邪魔虎晶 都可以拿他们做食物 你能有什么毒比海蛇还强 更何况 如果你是把毒下在海里面 以邪魔虎晶的警惕 很快就能发现 这会令他们变得更加凶残 唐三淡然一笑道 这你就别管了 我只问你 敢不管和我冒刺浅 就你和我两个 小白眉头皱起 你和我 你不会打算是就我们两个去攻击邪魔虎晶群吧 唐三道 当然不是攻击 是偷袭 难道 你不知道有一门艺术 名叫暗杀吗 小白看着唐三 我不明白 你能有什么办法接近邪魔虎晶群而不被发现 唐三微微一笑 那你看看 手指点在额头上 下一个瞬间 他就那么毫无预兆地在小白的视线中凭空消失了 小白瞪大了眼睛 强大的精神力骤然释放而出 想要探查唐三所在的位置 但他却吃惊地发现 唐三竟然像是真正的消失了一般 他的精神力已经蔓延到直径数百米外的海域 也没有发现 也没有发现唐三的踪影 甚至是抬手在唐三先前所在的位置挥动 也没有碰触到任何尸体 唐三人呢 小白看向奥斯卡 奥斯卡 摊开双手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说 他没办法无声无息地接近邪魔虎晶群吗 小白兴奋地道 我信了 我信了还不行吗 唐三 你快出来 和我说说你的计划 只要能将那些玷污了海洋的家伙彻底毁灭了 冒险算什么 淡淡的蓝光轻闪 唐三的身形已经重新浮现出来 依旧是坐在先前的位置 甚至连姿势都没有任何变化 就像是从未移动过似的 唐三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小白惊喜地问道 唐三微笑道 这是我的一个技能 能够将你我隐身 我需要你作为我的坐骑 这样我们才能来无影去无松 你说的没错 我也没把握能够读到邪魔虎晶 不过 不试一下 又怎么能弄清楚 他们身体的抗要性达到什么程度呢 而且 独只是我给他们准备的第一道礼物而已 小白嘻嘻一笑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唐三朝奥斯卡挥了挥手 同时将小五的本体 收入到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中 奥斯卡会议地抛来一串香肠 都是粉红色和墨绿色的 至于小五 那是唐三的无奈之举 他要去冒险 小五早就通过灵魂威胁他 必须戴上自己 在唐三的极力反对下 最后两人相互妥协 小五本体被放入如意百宝囊中 这样也算是跟随在唐三身边了 戴墓百岛 邪魔虎晶的探查能力 不是只能延伸到十里左右吗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往前压一些 至少也到距离他们二十里的地方 也好给你们做好接应 唐三和小白几乎同时摇头 唐三道 虽然邪魔虎晶的感受距离有限 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大意 万一让他们发现了我们庞大的部队 攻击过来 逼迫我们正面交锋 损失我们承受不起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的信号吧 没有我发出的信号弹 就按兵不动 小白 我们走 小白早就等不及了 纵身一跃 已经直接落入海水之中 换为本体 唐三飘身而起 脚尖轻点在他头部 巨大的白色身影瞬间加速 直奔目的地而去 唐三用魂力挡住迎面而来的风 像小白早 你能感受到邪魔虎晶群的具体位置吗 他们应该会不断的变换方向吧 小白早 你放心 如果连这么点能力都没有 我也不配统御族群了 只要接近到他们五十里范围内 我就能闻到他们的气味 论嗅觉能力 在这大海之中 还没有什么魂兽 能与我们魔魂大白沙相比 没有了族人的牵绊 小白的速度提升到极致 哪怕唐三以浩瀚之眼 感受周围的变化 也无法再完全把握 周围海水的波动 这种在大海中绝对的速度 甚至在短时间内 不比肩围语验 在空中飞行慢 似乎只是过去的几次呼吸的时间 小白的速度渐渐降了下来 他的声音明显压低 已经距离他们只有二十里左右了 我建议不能再靠近 邪魔虎金王那家伙虽然可恶 但实力确实强悍 再前进 我怕他会发现我的精神波动 唐三点了点头道 好 就在这里吧 我们下前 一边说着 他手点额头 淡蓝色的光芒 悄然浮现 将他和小白的身体 笼罩在内 悄无声息的 沉入大海之中 当小白 真正被这汉海护身罩的光芒 包裹其中时 他的心 突然颤抖起来 那能量的波动 是如此熟悉 原本犹豫不定的心 在感受这股特殊的气息后 再没有任何摇摆 反而变得无比坚定 带着唐三的身体 迅速潜入到深海之中 汉海乾坤赵 与唐三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 融合之后 唐三就发现 自己再施展着金灵的时候 就已经不受移动的限制 哪怕是在移动过程中 身体也不会显形 但限制还是存在的 那就是不能使用任何技能 技能一旦施展 隐身效果 就会随之消失 不过 有了汉海护身罩的存在 在大海之中 他根本不需要担心呼吸问题 汉海护身罩 只是笼罩在 他与小白的皮肤表面 在他那浩瀚的精神力控制下 丝毫不会影响到小白油动 为了减少前进的阻力 唐三浮在小白背上 一只手抓入小白的背棋 固定自己的身体 一人一杀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悄悄地朝着强大的敌云前去 不论是唐三还是小白 此时此刻 心中都充满了紧张的情绪 除了紧张之外 还有几分兴奋 小白越前越深 凭尽着十万年魔兽的敏锐感觉 他发现 唐三身上释放出的 这个汉海护身罩 不但能令他们隐身 也将他们的气息 全部笼罩其中 不会外泄 但就算如此 他还是十分谨慎 这片海域的海水很深 渐渐地 唐三开始感受到 来自大海的压力 不过 在海神之光那一年的修炼 早已让他拥有了强大的抗压能力 魂力在压力下 自行调节 浩瀚的精神力也随之波动 调整着汉海护身罩 不会过多的消耗 到了 小白低声说道 微微向上方抬头 示意对方 就在上方的海水之中 此时 小白带着唐三 已经潜入了 至少深达五百米的水下 巨大的水压 令汉海护身罩 不断地 轻微波动着 闭上双眼 集中精神 柔和的精神波动 悄然散开 小白吃惊地发现 唐三释放出着精神能量 一脱离他的身体 立刻就与周围的海水融为一体 哪怕是他这样的能力 都无法再从海水中感受到什么 那精神波动 竟似真的成为了大海的一部分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小白的认知 在他的认知之中 任何精神能量形态的攻击 都是有迹可循的 哪怕是精神力探测 也应该有精神波动出现 可小白忘记了一点 他的认知其实是没错的 任何精神力释放之后 都会有迹可循 但想要探查到别人的精神力 首先 自身的精神力 就不能与对方相差太多 当然 这也不能怪他 他怎么会想到 自己的精神力 已经与眼前这个年轻人 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了呢 唐三匍匐在小白背上 一只手抓着他的背棋 另一只手按在他背上 一股柔和的精神波动 悄然传入 小白先是愣了一下 但感觉到了精神波动 并没有任何恶意 试探着用自己的精神力 与之接触 当两股能量碰撞到一起时 小白只觉得 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突然一清 无数清晰景象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这 这是精神探测共享 小白大吃一惊 他这才认识到唐三的精神力 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层次 以他的能力 当然也可以通过精神探测 来感知周围的一切 但此时 他却根本不敢那样做 因为 他的精神力一旦发出 必定会被邪魔古惊所发现 立刻就会遭到围攻的局面 可此时 唐三传递给他的信息 不但比他自己探测要更加清晰 而且 上方海中的邪魔虎精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小白终于明白过来 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探测 只意味着一件事 那就是 唐三的精神力 已经超过了所有的邪魔虎精 包括邪魔古惊王在内 唐三并不知道 小白在想什么 他只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力 全心全意的去探测 就像小白感受到的那样 此时 他的精神力 已经完全与海水 完美的融为一体 海水成了最好的遮蔽 除非是海神斗罗波菜息 那样强大的精神力 否则 绝对无法从海水中 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上面的这些邪魔虎精 当然也不行 通过精神力探测 唐三第一次看到了 邪魔虎精的样子 他们的体型 普遍比魔魂大白沙 要大了近一倍 身体极为粗壮 没有魔魂大白沙 那种流线型的美感 但整体看上去 却充满了力量 通体灰黑色 头部特别巨大 偶尔张嘴时 露出如同刀剑般 恐怖的巨大牙齿 暗红色的双眼 充满了凶悍的气息 在这片海域之中 除了这邪魔虎精之外 竟然没有任何游动着的海洋生物 可见 它们是如何霸着了 看上去 这些邪魔虎精数量 大概在两三百条左右 其中大多为成年者 一头体长超过三十米 格外巨大的家伙 在整个族群中 漂浮着 灰黑色的表皮上 闪耀着淡淡的金属光作 不用问 这位自然就是 邪魔虎精王了 也就是唐三 第四考的 终极目标 这些邪魔虎精 在方圆上万米的范围内游异着 显然 没有什么海洋生物 会闯入它们的势力范围 猎杀食物 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才行 现在 这些邪魔虎精的样子 像是已经吃饱了 有一些都漂浮着不动 似乎在休息 我们上去 你动作慢一点 不要产生太大的水流波动 唐三向小白示意 小白此时的感觉很奇特 有了唐三的精神力探测 他根本就不需要用眼睛去看 就能按照唐三精神力的指引前行 汉海护身照 虽然能够帮助隐身 甚至达到虚无的效果 但他们的体积 还是实际存在的 移动速度过快的话 还是会引起海水的波动 因此 唐三才有了之前的提醒 小白毕竟是十万年浑兽 对唐三的意图 心领神会 身体轻轻的摆动中 缓缓朝水面上方上升着 很快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距离水面 大约二百米左右的深度 唐三这一次 才再次示意小白停下来 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 唐三摸出诸葛神弩 将其中的弩剑 一一取出 再从如意白毛囊中 拿出一个手臂长短 粗如大腿的瓶子 瓶子的材质十分特殊 看上去像是预制的 但却有淡淡的白光流转 为了制作这个瓶子 唐三可谓是煞费苦心 这玉瓶是两层的 外面一层玉内装着寒极阴泉 所以才会出现白光闪烁 摸上去更是兵力十足 而里面一层装的 则是炽热阳泉 冰火两一眼 得天独厚 一眼双生两一互克 乃是天下炙热炙寒之物 夺天地造化 喜日月精华而成 属性之霸道 没有任何东西能出其用 唐三正是在其中 练就了寒热不侵之体 小心翼翼地将瓶塞拔开 唐三抬手一吸 就是一滴炽热阳泉落入手中 然后迅速盖紧瓶盖 将手中弩机的机阔上好 把一个弩箭的后半段 装入弩机之中 掰开中空的箭头 深吸口气 唐三的动作 骤然变得虚幻起来 在几乎二分之一 眨眼的瞬间 完成了几个小动作 赤热阳泉 滴入弩箭 迅速装好箭头 按到弩机之中 直接发射 不由得 他的动作不快 实在是赤热阳泉的温度 太可怕了 哪怕是弩箭 是用铁精铸造而成 在赤热阳泉的侵蚀下 也只能维持一息时间 在诸葛神鲁强劲的推力下 弩箭破水而去 有着唐三那浩瀚级别的精神力指引 他当然不可能射尸 扑的一声 射在了一只邪魔骨精的下腹部 感谢